年底選證逼近 殘選人看板高掛各處 捷運站旁更是兵家必爭之地 就是要讓選民留下記憶 目前看板多是姓名 加上照片或是列出競選證件 屬於一般廣告 不過列出姓名號次圖像 就屬於競選廣告 收到北市競選廣告誤規範 為了整頓市容 柯市府提出修正草案 限定參選人在公佈號次後 才能張貼競選廣告 等於議員到前十天才能張貼 比起現行的兩個月 大幅縮減引發反彈 大概沒有一個人 可以靠五天到十天的競選廣告 就當選 逼得大家都要偷跑 每一個人都要提前去打擦邊球 草案如今改為通知 參選人號次抽籤前可設廣告 讓參選人約有六週時間可宣傳 不過不只時間廣告的地點 也面臨限縮 現行法規參選人設置競選廣告 只要符合尺寸規範 避開道路公園等地 申請後就可張貼 但最新草案擬定 未來限制在市府的選舉報告欄 政黨辦公室 以及進辦車輛上設置 對於新人在參與選舉上面 確實是一大挑戰 新人也可以想很多不同的宣傳方式 像是跟在地店家合作 用海報的模式 另外也可以透過擋泥板 這樣子比較特色的宣傳方式 騎個腳踏車掛兩個旗子 這樣有法可以管嗎 本身就有兩套標準 所以學國外 想管理 又學半套 規劃又不周延 公告的地點的位置 可能要再增加 柯文哲整頓勢容 原本想參考日本經驗 然而目前看起來缺乏配套 也導致不少漏洞可鑽 議員和參選人都提出質疑 三十五黃道保護橋台北參考到